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型 近期一辆俄罗斯陆军最新型号的T90M主战坦克 停放在了旷野上 似乎车组正在休息 并未意识到危险已经进入倒计时 只见坦克的头顶上方忽然炸出了两团黑烟 炮塔瞬间起火爆炸 随后从车掌位置逃出一名士兵 但是显然也受了重伤 只见他艰难的跳出坦克 在地上蠕动 爬行了几米之后 视频就结束了 严重烧伤的他可能凶多吉少 整个车组连同昂贵的全新坦克 就这样几乎瞬间就被彻底摧毁了 这段惨烈的视频向人们证明了 莫敏弹在对付主战坦克时 所能发挥的巨大威力 实时这次打击的是法国与瑞典 联合研制的伯恩斯莫敏弹 其实莫敏弹这种武器 是美国提出概念并且研制的 最早型号称之为萨达姆弹药 但是由于工艺和设计上的问题 萨达姆弹药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美国陆军只装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不再采购了 此后 德国蓝银基础公司 设法解决了有关的技术问题 终于制造出了具有实战价值的CBU莫敏弹 相关陆军强国纷纷跟进 法国瑞典和俄罗斯都推出自己的型号 我们在这里不妨仔细解释一下 莫敏弹的工作原理 它实际上是把一枚自断破片弹 发射到空中 然后从弹体的侧面弹出敏感器 这些敏感器的工作原理各不相同 例如红外探测 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 但是基本方式都是一样的 当弹体一边下降 一边旋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传感器不断的扫描下方的战场 如果发现有坦克的踪迹 就在战斗部正好对准 坦克顶部的时候 引爆战斗部 莫敏弹使用自断破片原理进行杀伤 自断破片就是巧妙的将炸药能量 转化成了金属体动能 就像一次性大炮 优点是射程远 不需要直接触碰目标 即可开火杀伤 莫敏弹爆炸之后 会把前方的金属材料 挤压成一段像穿甲弹头一样的长圆锥体 用很高的速度向着坦克的顶部直射过去 这种金属材料一般要采取比较柔软的元素 德国新马特莫敏弹采用一种叫弹的金属元素 价格非常昂贵 但是它延展性好 可以在爆炸压力之下 形成一个几乎于完美的穿甲弹头 坦克的顶部装甲并不厚 大概只有50毫米 即使是比较柔软的基础材料 在巨大的动能之下 也可以把它穿透 弹头和装甲碎片进入坦克内部之后 高速飞行冲击在自动装弹机的弹药架上 引爆发射药和榴弹 碎片就会杀伤车内的人员造成重大杀伤 坦克基本上就被击毁了 如果弹头所打中的不是坦克炮塔 而是后部的发动机舱 那么坦克就会失去行动能力 变成一个活靶子 上面说的是莫敏弹基本的工作原理 但是在具体的技术实现上 各国型号差异很大 作为莫敏弹标杆的德国CBU莫敏弹 采用降落伞吊挂弹头下降 红外和毫米波雷达敏感器 中国研制的JP-15C莫敏弹 同样采用了155毫米口径 红外和毫米波双敏感器 降落伞吊挂 但是为了控制成本 改用了紫铜作为穿甲材料 价格要便宜得多 俄罗斯由于电子元器件技术比较落后 敏感器体积庞大 因此只能装在300毫米远程火箭弹里 称为9K55K1 而且由于俄罗斯方面 没有微型毫米波雷达器件 或者激光雷达的生产能力 所以采取了单一的红外敏感器 至于这次乌克兰发射的 伯恩斯莫敏弹 同样是在一枚155炮弹里装两发的配置 它没有采用降落伞吊挂 而是在弹底两侧伸出两片旋翼 高速旋转下降 并且采用了三波段红外敏感器和激光雷达组合 药形罩材料同样是弹 据说这样的旋翼设计不容易被大风吹跑 更是因为下降速度太快 所以扫描范围有限 可以看得出来啊 莫敏弹的关键在于敏感器和计算器件 如果只有红外敏感器 那么对方的坦克要是关闭了发动机 温度降到和环境一样 那么莫敏弹就无法发现目标了 如果只有毫米波敏感器 那么很可能被其他金属物体干扰 如果只有激光雷达 就会被坦克车辆残骸干扰 两种敏感器共同作用 共同识别 可以大大提高莫敏弹的识别能力和命中概率 无论是红外敏感器还是毫米波敏感器 都离不开一些稀有的矿产 无论毫米波雷达 红外敏感器还是激光雷达的接收单元 都要靠加的化合物来构成 虽然伯恩斯的产量不算特别大 但是法国和瑞典并没有加元素的生产能力 哪怕只用一克也必须进口 如此一来 法国和乌克兰弹药库里的莫敏弹 就只能打一发少一发 短时间难以扩产 那欧洲军工依赖的美国 是不是可以帮一把呢 这就更让欧洲绝望了 美国国防部对外回应了一些特殊金属的战略储备情况 其中加压根就没有提前储备 美欧现在扩产来得及吗 这就要看对方有多大的决心了 加其实是铝产业的副产品 相当于醋 而投入巨大的铝产业本身则是饺子 美欧若是为了尝一口醋选择去吃巨资打造铝产业 包一顿饺子也不是完全不行 无非是多花上点钱而已 届时俄罗斯将更加头疼了 近日 英国国防参谋长海军上将拉达金爵士在表示 16个月的俄乌战争侵略着俄罗斯遭受严重损失 特别是冰原 坦克和炮弹方面损失 7月4日拉达金上将在出席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在乌克兰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包括多达22万武装人员 2500辆坦克 而乌军反攻的主要攻势仍未到来 拉达金谈起 俄军已经失去了2500辆坦克 但该国最多每年能生产200辆新的坦克 去年俄罗斯发射了1000万枚的炮弹 但该国一年最多只能生产100万枚炮弹 16个月以来 俄罗斯发射了近百枚高超音速导弹 但该国因为无法进口相关零部件 已经无法补充生产 开头录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其军队近一半的战斗力 约22万战斗人员死亡 因为战争期间数百万士灵应征者离开俄罗斯逃往国外 俄罗斯目前增补兵员十分困难 标准不仅放宽到了囚犯 年龄标准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 战场上60岁以上的老兵极为常见了 与此同时 拉达金上将还驳斥了乌坦的反攻进展缓慢说法 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反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 并指基辅的饥饿 拉长和打击的军事战略正在逐步的瓦解俄罗斯防线 他也指出俄军布雷的密度比预期的要大 乌军的反攻缺乏空中掩护 以及没有他们想要的所有军事装备 使这场战役变得复杂 拉达金指出 让乌克兰遵守一个具体的反攻时间表是不公平的 俄罗斯现在非常的虚弱 没有力量进行自己的反攻 乌军的稳扎稳打是最有力和最有效的 大雄认为 这老头看的实在是太透彻了 毕竟是大规模战役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分个胜负的 我们要相信乌克兰的决策能力 也给子弹一些非的时间 我们静待后续